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千言千語 我是賴岳謙 柬埔賽人終於可以用 自己的鼻子呼吸了 這是柬埔賽的前首相 現在的議會的議長 洪森他所說的話 整個剪裁的儀式是由他的兒子 洪瑪內所啟動的 因為他是一個開工的剪裁儀式 短短的時間內 我們看到從簽議定書 到開始開工時間很短 但是進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預計在2028年的時候完成 可是反華反中的德國媒體 跟西方的一些媒體 他們的報導 卻跟柬埔賽人的想法 卻不一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要來探討一下 他們的報導合不合理 分析合不合理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去探索 另外有一個部分裡面 就是有關於這個孟加拉 孟加拉的總理撤離了 逃走了 他辭職了 因為他面對於國內的年輕人的 反抗憤怒 然後爆發了暴動 怎麼會短短的 這麼短的時間內 他統治的時間非常長 特別是從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是這個孟加拉的國父 他是國父之子之女 之後他就起了很大的影響力 然後他長期的執政 長期的執政怎麼會為了一個改革 為了一個變革 然後就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最終他被迫倉皇地逃走 然後在海外宣布辭職 未來他的動向不明 到底要去哪裡也還不確定 這也是值得我們去探索 因為他目前是在印度的安全屋 是被保護的 可是他看起來並沒有選擇 要把印度作為他的流亡的一個居住地 他會往哪個國家走呢 美國或是其他的地方 我們要來探索一下 還有一個問題就在於 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基地 他首先受到了攻擊 比以色列還要早 他已經被攻擊了 可是美國卻不同尋常的沒有反擊 是美國的高度自治 還是美國理虧內心裡面的良心不安 那到底怎麼一回事 他被攻擊了有五個人受傷 五個美國的士兵受傷 在過去美國人來講的話 那他一定是大張旗鼓 然後馬上就進行反擊 可是這一次卻非同尋常 他卻異常的低調 而且拜登跟賀錦麗 在這個緊急應變中心 接受報告的時候 他卻對這個事情也沒有反應 這個跟美國過去的行為太不相同了 太反常了 也值得我們去推敲 另外我們也留意到就是普丁 普丁派他的邵威古前國防部部長 現在安全會議的秘書長 他到了伊朗去了 跟伊朗的總統有了深刻的會談 他答應給伊朗很多的援助 補了伊朗很重要的短板 另外普丁也做了另外一個決策 他把他的一個精銳的部隊 那麼派到了燕門去 燕門的胡塞組織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到底是為了什麼 在強化伊朗跟伊朗 所能夠影響的海外的五大 武裝集團來抗美 還是有別的戰略意圖 那這個真的很值得我們去推敲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影響會很重大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的動作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很深遠的影響 對於未來中東地區 跟美國的整個國際的領導力 會不會構成很深遠的作用影響 也值得我們去探索 首先我們談一下 就是有關於美國的運動員被檢出 他含有興奮劑是陽性的一件事件 這個事件是這樣子啊 中國的反興奮劑的中心 他在他的微信公眾號裡面 他就發表了有關於 美國奧運的選手 叫做愛里揚·奈頓 然後他使用了這個內固醇 陽性的這個聲明 然後他提出來說 美國的反興奮劑的機構 叫做USADAR 他一方面極力為本國的運動員開脫 另外一方面卻要求 對於中國的運動員實施制裁 表現出典型的雙重標準 所以作為美國奧運的田徑隊的 代表隊的選手奈頓 他是在今年3月26號的興奮劑 賽外的檢查中被查出呈現出內固醇 這個內固醇是哪一個種類的呢 是群伯龍 群伯龍有數十種到上百種之類啊 然後他是陽性 但是USADAR在巴黎的奧運國內 預選賽開始之前 突然間做出了一個決定 他宣稱耐頓的陽性的結果 是由於運動員使用了受污染的肉類 所引起的 所以決定不進賽 並允許他參加巴黎的奧運比賽 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那麼由我來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3月26號他被檢測出含有內固醇 就是群伯龍 群伯龍是很少很少被用在動物裡面的 內固醇 為什麼因為他會形成你肌肉 瞬間的這種爆發力 可是他的副作用很大 雖然他有瘦肉精的功能 但是他的副作用很大 所以一般的養牛的業者 他們很少使用群伯龍 所以會使用群伯龍的養牛業者 是很稀有的 很罕見的 因為他們有這麼多的內固醇可以選擇 那他們為什麼要選擇 這個會起很大副作用的 這種興奮劑 這種瘦肉精 拿來給他的牛汁來使用呢 因為他有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副作用 所以一般的美國的牛的業者不太使用 不太使用再強調 再強調一次不太使用 這位內頓他在3月被檢測出來了以後 那美國的反興奮劑的中心就讓他來自證清白 他自己就寫了一封信說他因為食用的 這個餐廳的飲食肉類 所以才有這個反應 他本人沒有使用這個內固醇 可是問題就在於這篇文章 卻悄悄的被美國反興奮劑的中心 把他的自證書就撤掉了 而兩個月之後 美國的反興奮劑的中心就是 優薩大他再跑去餐廳 兩個月之後才去檢查 你當初被撤出來的時候 你自己說你是這個到餐廳使用肉類 然後才被誤用了這個內固醇 那理論上講你這個反興奮劑中心 就應該要立刻到餐廳去做檢查 結果不是兩個月後才去做檢查 那檢查的結果剛好那家餐廳 竟然換了另外一批這個肉類的來源 你說這巧合嗎 早不換晚不換 一般我們在餐廳工作 或者餐廳經營業者 我們都知道我們有一些合作廠商 如果這個合作廠商 他的肉質是安全穩定的 我們基本上來講不太會更換 這些肉質安全穩定的合作廠商 怎麼會突然間更換一批 含有瘦肉精的這個肉質廠商呢 也就是說過去的廠商很有可能是 沒有含瘦肉精沒有含內固醇 那怎麼會你去從沒有含內固醇的廠商 去換一批有內固醇的廠商 這不合理吧 結果你偏偏來檢查的時候 就檢查到這批肉類 說有含瘦肉精有含內固醇 然後因此他們就證明 這位運動員他沒有說謊 他自證清白了 他所說的是事實所以就沒有給他競賽兩到四年 沒有給他競賽 就讓他成為美國的奧運的代表隊的成員 叫奈頓 各位您有沒有覺得太多的巧合 太多的蹊跷太多的不合理 一般來講肉類不太會使用群伯龍 因為他的副作用太大 而且他可選擇性很多 怎麼會偏偏要選擇這種呢 第二個怎麼會這個餐廳偏偏 就是你來檢查的時候 他更換一批新的廠商供應的肉類 第三個就是你為什麼兩個月後才去檢查 你有沒有事先通報 然後第四個就是你為什麼把他的這個自白書 你把它撤下來 太多太多的疑問了 那觀眾朋友您有沒有注意到 我今天為什麼特別要穿這個紫色的領帶 紫色的領帶紫番薯 紫色的領帶紫番薯 有一個國家的運動代表隊游到最後 特別是游泳代表隊游到最後 他們的臉色都變成紫番薯 而且毫無例外就是那個國家的代表隊 所有的成員游到最後都變成紫番薯 而當所有的人都關注到 為什麼獨讀的那一個國家的游泳代表隊 游到終點站的時候 臉色都變成紫番薯的紫色 國際奧委會被逼到不行 他們就表達他們關注了 然後他們沒有多做解釋 他們就很溫柔的要求美國的奧委會要做解釋 美國的奧委會的解釋是說 他們因為訓練的強度強 訓練的強度大 然後運動員疲勞 所以就變成紫色 請問一下 哪一個國家的運動員訓練強度不大 哪一個國家的運動員不疲勞 全世界所有的運動員 他們的訓練強度大也都很疲勞 都沒有人變成紫色 為什麼唯獨你這個國家的游泳隊的運動員 游到底的時候臉色變成紫色 有人醫學專家就說 臉色變紫色相當有可能是有心臟病 有可能是因為瞬間短時間的大量的缺氧 所以才造成這樣的一個情形 有心臟病還可以來游泳 而且全體都有心臟病嗎 我們很懷疑啊 而且全體都缺氧嗎 他們還編了一套理由說 他們為了游得更快 所以他們換氣的次數減少 所以身體的有氧度減少了 因此變成紫色的 有氧度減少 你燃燒的數量變少 你的肌耐力 你的肌肉能夠產生更大的爆發力嗎 這也不合理吧 所以有太多的不合理 但是問題就在於他們沒有被檢測 而且有沒有可能美國的一些生化專家 那麼找出一個這個WADA 所列出來的禁止使用的項目中 不被禁止的 但是也是含有類固醇 有興奮劑的這些化學藥機呢 誰曉得沒有人知道 只知道這一個國家的代表隊 游泳代表隊游到最後的時候 毫無例外的每個人都變成紫色的臉 就是紫番薯的臉啊 很特別 我們要探究的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我們要探究的問題是 當中國的游泳代表隊 他們被嚴重的干擾了 因為有些人的表現 就沒有像過去 他的呈現出來的記錄那麼好 當然盤展的更真氣 心理素質更強大 他毫不受影響 他非但不受影響 他還就是天生反骨 他就是要告訴你美國人 我可以把你們全部都拿下來 所以在我們鑽石中的鑽石 也就是一百米游得最快的人 那就是盤展了全世界游得最快的人 然後在四乘以一百米的混合 一百米的接力在中四個人 盤展了一樣的再把他們拿下來 那當然中國的代表隊他們的游泳選手 在一百米跟四個一百米中 全部都拿下來的時候 也讓美國隊也不得不服氣了 讓全世界也不得不服氣了 但是還有一些過去曾說他有哮喘 長期使用這個肋骨醇的人 他說我就是不服氣 他使用肋骨醇 因為哮喘的藥裡面都有肋骨醇 所以變成美國隊裡面有很多人 都變成突然間有哮喘病了 都在使用這個有肋骨醇的 還有一個劉毅士 各位還記不記得 美國有個短跑艦叫劉毅士 後來被他的醫生爆料說他有吸毒 還有這一位美國的游泳選手 後來也被爆料被人家拍到他有吸毒 而被吸毒按照規定是兩到四年的競賽 結果他只被判三個月的競賽 他還敢大言不慘的說 他們的游泳池最乾淨 美國的游泳池確定乾淨嗎 我們要問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四年後是在美國辦奧運 我們可以信任美國的奧運 不會下狠手下毒手下黑手嗎 所以我強烈建議 四年後到美國辦奧運的時候 中國必須要把整個儀器都帶過去 而且中國必須要讓他的運動選手 不要碰觸美國人所提供的 所有的備單傳刀傳探 甚至選手村 美國最中國隊最好讓 自己的選手村 住在自己最安全的酒店 這很重要喔 而且對於所有的水源 最好都自己運過去 包括洗澡的水 不只是飲用水 洗澡的水洗菜的水 那麼甚至菜啊水啊 肉啊雨啊米啊 全部都要自己帶過去 麵粉要自己帶過去 不然的話誰曉得什麼時候被下手 這次我們對於中國的奧運會有意見 為什麼當美國一直要求要檢查 中國的游泳隊我們剛強調 它是戰略性戰術性的干擾 中國的游泳選手的心理 不斷的給你檢查 一早起來就給你檢查 總共檢查了六百多次 每一個小時不停的 不停的不停的給你檢查 干擾影響你的心理 讓你感覺到厭煩 讓你感覺到憤怒 感覺到生氣 他是故意的 那中國的奧委會 他的做法就是 除了一方面自政清白以外 二方面那麼告訴世界各國 美國人這樣做是不合理的 而且也告訴國際奧委會 美國人這樣做是不合理的 即使國際奧委會也警告美國 你再這樣做的話 我會取消你辦冬季奧運的資格 二零二八年 可是問題是我個人認為 這樣不夠的 因為我們樂於自政清白 但是我們要求同一標準 所以你美國隊要求 我們六百次的檢測 我們也要求美國隊 同樣也要六百次以上的檢測 所以你每檢測我們一次 我們就要求美國也要同時檢測 美國拒絕被檢測 我們就召開記者會公佈 美國拒絕被檢測 美國有鬼 美國他們內心裡面良心不安 他們內心裡面包藏禍心 他們內心裡面在作弊 他們有含興奮劑 不然的話為什麼怕被檢測 所以你每來中國檢測一次 我們就會要求你到美國檢測一次 你第二次來 我們就告訴你要求要第二次 你只要拒絕一次 我就召開一次記者會 拒絕第二次我就召開第二次記者會 你拒絕十次你拒絕五十次 我就召開五十次的記者會 我讓全世界都知道 美國不敢被檢測 美國美國美國 不敢不敢不敢 被檢測五十次以上 我就用這種方法來對待你 我覺得這個是當時應該要這樣做的事 也就是我們除了自政清白 但是我們也要要求對等待遇 一對一沒有兩套標準 沒有對中國大陸六百多次的檢測 對其他國家卻那麼少的檢測 這太暖弱了 這不夠強悍 暖弱不強悍是不行的 在外交上 奧運也是另外一種外交 有政治外交 有經濟外交 有軍事外交 也有體育外交 在外交場合就要距離力爭 不只是自我防衛 而且也要出手攻擊 攻擊常常就是最好的防衛 所以當美國出手攻擊中國的時候 中國怎麼可以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呢 中國當然也要強烈的反擊 而且不但要強烈的反擊 要有力 更重要是要有力的反擊 有力就是靠實力 有力就是靠實力 就要求你美國隊也要被檢測 一次拒絕被檢測就公佈一次 兩次就公佈兩次 我就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美國害怕被檢測 把這個刻板印象 打牢在全世界人的心中 很遺憾 錯過了這一次寶貴的機會 但是奧運會還沒結束 現在就是對於美國 田徑隊的運動員 每天要求跟中國游泳隊運動員 一樣被檢測的時候了 所以中國的奧委會要硬起來 要強起來 而且要求已經有耐頓 這樣的一個案例 所以中國有合理正當性 要求美國隊按照中國的游泳代表隊的待遇 接受不停的檢測 這個才是一個大國應該要有的擔當 好我們來談一下普丁 普丁的這個動作很有趣 伊朗的總統 佩澤西齊揚 伊朗的總統佩澤西齊揚 他會見來到訪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的秘書長 佩澤西齊揚他表示說 伊朗和俄羅斯的關係是不斷的深化的戰略夥伴 而且發展從俄羅斯的戰略關係是伊朗外交的優先事項之一 兩國應該盡快的落實此前達成的協議 佩澤西齊揚還表示 美國等國家在所謂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伊朗和俄羅斯在推動世界的多極化交換立場與合作 將促進世界的安全與和平 薩威古他就提到了 俄羅斯認為同伊朗在雙邊地區和國際層面加強合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薩威古是在什麽時候到伊朗去訪問 就是在哈尼亞被害被殺之後 哈尼亞是在伊朗的國內參加伊朗的總統佩澤西齊揚 就職典禮以後回到他的下榻的旅館 在他的旅館內被從外部攻擊的導彈所殺害身亡 那這樣的一個挑釁的羞辱式的一個暗殺行為 這樣的一個暗殺行為那麼激起了伊朗的反彈 因為伊朗受盡了這個羞辱 伊朗在過去的高度的克制自己 也就是不願意事態擴大 高度的克制自己被美國跟以色列解讀為紫老虎 伊朗在他的蘇萊曼尼被殺的時候 伊朗是懲罰性的 而且是警告性的教訓了美國 但是不要忘了他沒有殺害美國的任何一個軍人 所以他是警告性的 那美國就解讀成為伊朗是暖弱的紫老虎 伊朗的高度克制被美國將解讀 當以色列殺害了伊朗派駐到敘利亞的指揮官 整棟大樓被炸的時候 伊朗一樣的高度的克制 只進行沒有造成以色列平民百姓傷亡的 刑事性的警告性的反擊的時候 那麼也被美國跟以色列解讀成為紫老虎軟弱 高度的克制被錯誤的解讀 今天伊朗他不得不反映了 被不得不反映伊朗的外交部 已經通知在伊朗的外交圈的 這些外國的使領館人 說在四十八小時二四到四十八小時內 伊朗將會有反映的動作 那現在四十八小時還未過 今天會不會伊朗開始產生反制的動作呢 以色列情報他認為應該是在下個禮拜的十二號跟十三號 進行對以色列三到七種途徑的攻擊 美國是估計是在周一跟周二 但是現在已經周四了 所以美國的情報是錯誤的 是無效的 現在要看的是伊朗對於外交圈的放出來消息 是為真還是以色列的情報是為真 但是不管如何我們看到的具體的情況是 俄羅斯的普丁就在這個時候派了他的邵伊古到伊朗去訪問了 那在目前局勢緊張的情形下 邵伊古有一個使命 那這個使命就是補伊朗的短板 也就是說他要滿足伊朗防空雷達的需求 伊朗的防空雷達不夠強大 功力不夠大 那麼缺少X跟S波段雷達 所以他對於隱身的戰機 對於低空飛行的無人機 他的偵察本身並不有效 再加上他的防空的導彈 也並不十分有效的情形下 那麼美國以色列就如入無人之境 可以對於伊朗進行毫無限制的攻擊 如果俄羅斯在很短的時間內 把他的S-400跟S-300 還有這種高功率的雷達 都送到伊朗的境內的時候 相信伊朗的防空能力就會更強大了 這是補伊朗的短板來抗美國跟以色列 同樣的伊朗的回報 那就是滿足俄羅斯所需要的無人機 還有各類型的炮彈 因為伊朗在炮彈這個部分 在無人機這個部分裡面 是可以滿足俄羅斯的需求 但是在先進的這種防空導彈 這個部分伊朗是比較弱的 所以俄羅斯可以滿足伊朗的需要 雙方之間是有互補性 俄羅斯還做了一件事 派出他的一股精銳的部隊 這股精銳的部隊已經進入了 燕門的胡塞組織 那當然他就是要協助燕門的胡塞組織 那麼更有效率的打擊美國的航母 跟英國跟美國的戰艦 目前全世界只有胡塞組織敢攻擊 美國的航空母艦跟美國跟英國的導彈 護衛艦跟導彈驅逐艦 美國的航空母艦在前段時間 遭受到伊朗無人機 遭受到燕門的胡塞組織的 無人機的攻擊 以及導彈的攻擊 但是這些無人機的性能 跟導彈的性能是比較弱 所以基本上來講都被成功的攔截下來 但是也讓艾森豪威爾號 消耗了幾百枚的防空導彈 也讓他旁邊的護衛艦 消耗了三四百元的防空導彈 他的這些錘子發射器 幾乎都燒黑了 美國的這個艦隊燒掉了幾十億的美元 而且他們的官兵也由於長期的被襲擊 他們也疲倦了 武器系統也帶維修 人員也疲倦了 但是由於燕門的胡塞組織的 導彈的威力不夠 速度不夠快 精準度不夠高 所以他沒有產生效果 但是如果是在俄國的軍事教官 跟俄國提供給他更先進的 更精準的導彈的援助下 那我們就不能排除在未來 燕門的胡塞組織 能夠成功的擊中美國的航空母艦 美國的航空母艦一旦被擊中 雖然不能擊沉 但是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被攻擊的神話 就破滅了 美國的導彈驅逐艦或是護衛艦 只要被擊沉一艘 美國在國際的領導威信 那麼就會受到相當大的挑戰 美國的國內勢必就要對於 燕門的胡塞組織 甚至伊朗要進行更大的反制作用 但是問題就在於他又不能夠進行地面戰 美國就成如伊朗的總統所說 他已經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權了 所以俄羅斯的這個作用 這一次的訪問 這一次的派遣軍隊部隊 是有協助伊朗強化他的能力 去抗美國跟以色列 也可以戰略上牽制伊朗跟 牽制美國跟以色列的 特別是美國的軍事行動 同時也要反映 俄羅斯什麼都敢幹 所以當荷蘭的F16戰機 已經送到烏克蘭境內的時候 如果俄羅斯一旦被F16戰機 攻擊在他的本土 那就不能排除俄羅斯也很敢 對於荷蘭進行打擊 因為你的高度的克制 常常會被美國或是對於 北約的國家解讀成為你的軟弱 你是一隻紫老虎 所以對俄羅斯普丁來說的話 他就必須要證明他不是紫老虎 他是強而有力的一隻猛龍 或是一隻北極熊 這樣的一個情形 才讓這些國家不敢去 隨意的挑釁攻擊他 我相信戰爭的局勢 會隨著目前的強度 越來越高的時候 而不斷的升高 所以觀眾朋友一定要有 風險的管理意識 要有避險的一些做法 好 接著我們要來談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來談的是美國 當然我們很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 也都加入我們的會員 因為加入我們的會員 我們這個節目有很大一半 是為我們的會員所量身訂造的 所以我們每一次千言千語都會選擇五個議題 在這個五個議題中我們會有給會員看到的是我們的整個完整版 朋友們大家好 千言千語共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完整版 專門為會員們製作 一個是普通版公眾版 我們摘取部分的議題為各位做講解 我們懇請所有支持我們 愛護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加入千千知有的會員 讓我們為您提供知識領域的饗宴